大家好,我是三秒邪猫上岗 今儿填个坑讲一讲唐末五代时候的魏博军阵 魏博在哪呢?就是在河北这个地方 元首说了,我到河北省来,我的牙军店好棒好棒的 这个就是魏博军阵了 而魏博军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面 全力运行的某些死结 那咱们从头开始说,话说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把这个安史之乱给平了 所谓的平,唐朝并没有能力把所有的这些叛将给赶尽杀绝 您要知道,如果是这个在秦制的这种社会当中 面对叛乱,那是务必赶尽杀绝的 可是不,这个安史之乱到最后啊 这个史朝义他的这个部将 你看我拿出一个小本本,田成寺啊 他被唐朝招安 唐朝并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 也没有办法去侵吞他的这个兵力 而这个兵力就留在了河北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田成寺去世的时候啊 指定他的侦子田阅 你来继承这个地方 我已经签订了 就用我的侦儿来签订领我的兵 哎,这个开创了唐朝节度史这样的一个私下继承的先例 我们知道秦制社会有一种另外的好听一点称呼 叫郡县制 所谓的郡县 郡守也好 县令也好 都不是习 而是中央委派 可是呢 您这个魏伯节度史 身为一方大员 您的这个位子 竟然不靠中央委派 而是上一任来指定 这等于已经在唐王朝内有了一个独立王公 我之前讲过啊 这个对于中央如何失去对地方的掌控 对不对 军权 人事权 裁权 你的人事权都没有了 那么军权呢 当时魏伯的这些兵啊 他们叫牙兵 这个是天下最精卫的兵啊 天下最精卫的一些步兵 这些步兵的战斗力怎么样 这些步兵的装备怎么样 很多很多细节 已经迷失在历史的迷雾当中 但是这的确是天下最精卫的一股步兵 那么多少人呢 可能也就是一万人左右 这已经是魏伯这个地方能够供养的牙兵的极限了 那有人说这个当兵啊 当兵几年之后难道不得退役吗 哎 这个退役之后呢 那这个地方老百姓生养的青壮年 下一代人继续当这种牙兵的人 也是大有人在 而这个田家一直秉持这种高标准的这种 非常严苛的这种训练体系啊 所以他的牙兵战斗力是没有衰减的 到了这个时候 这真的是邪兵自重 在唐王朝内部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对吧 哎 我还奉洛阳和昌安的李家天子为正硕 对不对 只不过 哎 不好意思 魏伯地面上的赋税归我们了 我们要养自己的牙兵啊 对不对 那这边的这个节度的使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有决定权 您中央胖来的我们一概不认 哎 不服是吧 你来打我呀 你们谁敢碰我的牙兵啊 这个唐王朝也不是没想办法 用其他地方的这些兵族 用其他地方节度使的势力去清剿魏伯 那其他节度使也不是傻瓜 对不对 我今天帮你清剿魏伯 对不对 那明天你们会不会拿别人来清剿我了 您就这种各个击破 是不是 到了这个时候 唐王朝对于这种河北地区节度使的约束力 可以说是慢慢慢慢在丧失 对吧 你如果想让其他的节度使去打他 请给他一个理由先 可是这个时候节度使也都不傻 我跟你去卖命 第二天就得是我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天下只能有一个人做皇帝 那在这样的一种零和博弈之下 我为什么要站在皇帝那边呢 到最后 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啊 魏国开了这个头之后 很多的藩镇也就慢慢慢慢的自立了 那么到了后来啊 这个田岳 然后田旭 田济安等等等等 姓田家的这些人啊 魏伯一直把持到了公元九世纪中后期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牙兵发动叛乱 怎么回事呢 牙兵自己不满了 为什么要跟着姓田的呀 对不对 我不姓田 我还没有一官半职做 对吧 如果有一家在姓田的手底下 被各种欺压的话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换一个是不是就会比较好了呢 所以到了后来 公元888年 这罗洪信啊 这个罗洪信 姓罗的 然后就取代了他们之前的 当然之前的也不是姓田的啊 这姓田的 没了之后又经历了好多姓 这我真的背不住 对吧 我又不报菜名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啊 朱温联合了其他人 开始打他们 但是呢 这个这个罗洪信跟朱温 就是言归以好嘛 大家都是割据天下的 您何必呢 但是这个时候天雄军 这个魏伯啊 对 朱温公元904年 朱温已经可以说是 大唐王朝的化世人了嘛 对不对 给了这个魏伯节度 就是魏伯军 这一个说法叫天雄军啊 天雄军 天雄军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 公元904年之后呢 朱温是非常想得到这样的一些兵士的 朱温在这里 我们知道朱温 他的这个 基本盘在变量 对不对 但这个时候 魏伯干了一件 可能你现在看到一些文章 会觉得他们非常蠢的事情 但是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什么呢 就是罗洪信 他的这个继任者 罗绍威啊 罗绍威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衙兵了 是吧 当时的衙兵是说叛就叛 那之前清朝的那个史学家赵毅啊 他在总结从这个两汉到这个隋唐的历史的时候 说什么呢 那个时候啊 有叛将 无叛兵 你没有看到过什么兵士去叛变的 但是自从这个残唐五代开始 叛兵变得越来越多了 兵士们 我一个不爽 我把主将给杀了 我来用一个新的主将 也就是说 这些天雄军 你看啊 从公元安史之乱以后啊 到大概是在公元770到公元904 这当中可是经历了一百一百三十多年吧 您说这魏伯节度史 整个的魏伯军阵一代代压兵传下来 对吧 他们对中央不但是离心离德 而且啊 对于自己的这些长官 也未必是那么恭顺听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掌握的权力来源在什么地方 还是那句话 权力的来源在哪 就要为谁负责 我之前讲过 一般你的领袖要么是卡里斯马型领袖 个人魅力型 要么是你是法统型 要么你是法理型 对不对 那么在过去的中国秦制社会 法理你是不要想的 对不对 那这个没有什么民主选举的制度 你唯一的法理就是上一代签订你是 可是你这种签订大家是不服的 而且我看不到头 对不对 我这个现在法理之下 我这个领导人如果觉得他混蛋 我过几年我把他还掉不行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我看不到头 那好法统吗 你凭什么说他是这个 如果说皇帝 你可以说他是天选之子 他是天子 可是您这些姓田呢 您又不是皇帝人 您凭什么来指挥我们吗 那好 你如果是卡里斯马型领袖人 那好 你要做出军功吧 如曹操者如钟元璋者 他有军功会让底下的人扶他 那么请问您姓田的这些 您除了保住这个魏伯之外 您还干什么 而且保住魏伯的不是你自己的这种功劳啊 恰恰是我们兵士 难道不成是我们兵士 小勇善战 让其他的节度使 让其他的藩阵 让礼堂王朝不敢造次吗 难道不是我们保住魏伯吗 既然如此 我要你姓田的干什么 我要你姓罗的干什么 所以啊 这个地方啊 去杀这个领兵呢 杀节度使 那真如家常便饭一般 到了后来 罗绍威自己都觉得镇不住了 于是干了一件事情 来 朱温 大哥 你来吧 你来帮我去解决这些叛兵吧 然后朱温就进来了 把这些衙兵们给 基本都给杀光 实际上杀了两万多人 可能会有多 反正把衙兵杀的 没剩几个了 这一下啊 你看 魏伯的这个叛兵问题 看似是解决了吧 但是你魏伯的战斗力 好像就大大下降了 中央能够拿捏你 就拿捏的更有把握了 对吧 所以以后不管是朱温 还是李存旭 都不太把魏伯当回事了 只不怪 这个历史呢 它有个惯性 你李存旭不把魏伯当回事 那是因为你魏伯没有多少兵族 能够小勇善战了吧 可是这些一言不合就叛变的传统 还是在的 对不对 当李存旭得了天下之后 一个叫黄府辉的士兵 就因为赌博输钱了 不爽了 晚上振臂一呼 然后就造反了 这一造反可不得了 夜城之变 接下来就是新教门之变 整个李存旭的这个大夜 可以说是呼啦啦入大厦 最终魏伯军阵 以这样的方式 可以说是鱼丝网破的 给自己的历史画上了一个 算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句号 你看 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权力运行下 不可避免的死结 到最后只能是要死一块死 只能是这样的下场 而魏伯军阵在中国历史上 它不是第一个这样的 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的 它只不过是肖小的柱小八个星 今儿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